总统府将提名国民党籍的前台东宪长黄建廷出任监察院副院长 消息一出绿营群起反弹 民进党立委包括林淑芬 赖品宇等人都表态反对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也呼吁高层三思 蔡英文上午出席公开活动没有回应监委提名争议 不过下午总统府临时通知媒体取消原定三点监委提名人记者会 而不止绿营内部反弹 国民党也以黄建廷为征得党中央同意祭出庭权处分 黄建廷下午主动出面说明 他前一天已经当面告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但如果国民党不祝福他会退出提名 至于被质疑护航美丽湾BOT案 黄建廷说这案在他上任现场前就已经通过 他必须承担至有事实 至于收取回扣官司案 黄建廷强调他没有贪污 就任总统大选时曾经想邀黄建廷搭档的郭台铭 也跳出来替黄建廷亲脸背书 我相信总统府这边针对这个案子也一定做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才会提名我 我要谢谢他们对我品格操守的信任 这个案子与贪污的部分 每一省的法院都是无罪判决 但比较遗憾的是二省的法院还以违反商业会计法判我五个月 五月份获总统征询黄建廷也说感到意外 之所以答应是能够跨党派为国家做事 也提供个人多年从政历练 希望获得国民党祝福 不过国民党回应的声明中指出 监察院提名必须获得立法委员多数同意 要黄建廷先思考能否获得民进党支持 而不是国民党的祝福 新唐列车黄亮剑 刘兹银唐的报道